北京时间10月4号晚上22点21分 广东队官宣两轮检测结果 竹方已给出新的承诺 大家好,我是袍孝金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广东队 那么广东队如今全员进入了隔离的状态 球迷关注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什么 球员的身体健康如何 检测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广东队能否参加拒拳赛 或者说出现在CBA的揭幕战 那么在今天晚上22点21分 广东队也是官宣回答了球迷关注了这两个问题 那么关于第一个问题 球员身体健康的问题 广东队向球迷表示 他们已经按照相关的要求参加了各种检测 目前已经参加了两轮检测 所有人检测的结果全部为阴性 那么所有人是指谁 广东队的教练 外教助理教练 甚至是球员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检测结果可以让球迷感到放心 因为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 是广东队球员的身体健康 那么如今广东队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请球迷不要担心 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是广东队能否参加技全赛 跟吉林跟浙江广赛的比赛 甚至广东队能否参加这个CBA的揭幕战 广东队也给出了正式的回应 他们表示目前必须要遵守相关的要求进行隔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广东队已经决定将银池派球队去参赛 那么结合时间来看的话 广东队大概率会缺席跟浙江广赛 包括吉林队的比赛了 那么什么时候广东队能出战CBA的比赛 半株方也给出了承诺很简单 一旦广东队的球员符合相关的规定之后 咱们比如说检测都没有什么问题 也完成了隔离之后 他们会及时的派出球队参加比赛 一分钟都不会耽搁了 那么广东队的关心 其实也给球迷吃下了一颗定新闻 球迷最关注的就是球员的身体健康问题 那么目前两轮检测都是阴性证明什么 球队只要参加了第三轮检测 如果确定都没问题的话 基本上可以证明 广东队的球员身体都是非常健康的 没有人被感染到 想来这个应该是球迷听到一个最好的消息的 其实关于比赛的成绩 这些都不重要 球员的身体健康 才是球迷最关注最担心的 那么如今都是一种好结果 请球迷务必放心 那么第二点也是体现出 广东队的一种责任感 那么在珠芳雅跟广东队眼中 既然已经碰到了事情了 碰到困难 当前就是解决这个困难 至于有些球迷担心了说 广东队如果缺席CBA的比赛 甚至会被判0比20 逐方也给出了态度是什么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要配合相关的要求 参加各种检测 文程隔离 这个才是广东队 他们目前最关注的事情 那么从中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广东队出现在CBA球场 我估计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未来广东队参加10月11号跟北控队的比赛 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毕竟一支球队没有任何伤病 通过相关的任何规定 出现在CBA球场上 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球迷务必放心 那今天就聊到这 喜欢给个关注 谢谢